女性駕駛者數目日增 美國更有統計 2012年25歲以上的女駕駛者數量已超越男性 駕駛跑車亦不比男士尊美 他們會怎樣選擇跑車呢? 車的速度感究竟又是甚麼呢? 你興奮到心跳 你自己感覺到自己的臉都紅了 頭都大 不然頭殼頂會感覺到毛管漲大了 以前在加拿大讀書的他 對車是毫無興趣的 全欣男朋友是做汽車生意 我是被迫接觸這件事 以及是一份工作 直至回香港出事了 現在他擁有Mini Coupe開篷 保時捷911和Mekan三部車 沉迷跑車全欣外上踩單車 整班單車路友都喜歡跑車 直至有一次跟隊上珠海賽車場 玩卡仔和吸卡 親身感受速度給他的刺激 第一個速度給到你 第二你過得到人的時候 第三你自己控制著的車 開車的樂趣就是你控制的車 不是坐在這兒被人擋你 你說快就快就慢慢 扭就扭轉一轉一轉一轉 他怎樣做 不過真正的轉捏點 是一次馬來西亞的road trip 錯了幾名PCHK的朋友的車 嘩 坐完之後 嘩 為何可以這麼好玩 刺激的程度是你覺得很刺激 乘坐過山車都不是 給不到這種感覺 你是覺得很恐怖 但你又覺得很安全 上了印 經常都念念不忘 於是他形容自己衝動 賣了人生第一部保時捷911 你坐人車是一個感覺 到你自己駕駛時一陣有嘩 嘩 聽到那些聲音 聞到那陣燒態味 那些感覺是你控制車怎樣轉 你與車之間有一些很微妙的關係 嘩 實在太好玩了 現在閒時會跟一班車友 morning drive 和外地road trip 亦都因為方便踩單車而內上SUV 到波子再出我都會再買SUV 亦都是這個原因 因為很方便 很實用 而且重心高了 你平時駕駛時會看遠 感覺很舒服 而且比你預備的時間會多了 變相不用你駕駛Sport car 你要那麼專注 現在這個時刻才可以駕駛車 我想我已經習慣了它的好處 相比起7座是小 至少我不會覺得停車場有壓力 但它強調一定要加裝 可以降低車身的氣壓炎掛 它是可以給你更乎跑車的感覺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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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